上司退休那天,他当众割下自己的耳朵 当成礼物送给对方,来表达自己的最高敬意 因为在这位上司身上,他从来没有看到过鬼 天才和疯子中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陈贵斌就是这样一个中间人 他是警队里的神探 他破案的手法不靠左脑的逻辑推理 全靠右脑的想象力 新人警察小安刚来警局报到就见证了神奇的一幕 只见神探神色慌张地对着一头死猪疯狂囤刀子 接着神情瞬间转换 蹲在地上手起刀落 一刀又一刀 像丧失了感情的砍杀机器 他再将自己装进行李箱 从楼梯上直接翻滚下去 凶手和受害者都分别演了一回 从行李箱爬出来后就仿佛开了天眼 一从皮箱藏尸悬案就这么被他破了 虽然屡破其案神乎其神 但与此同时 他的这个神也是神经的神 种种怪异的行为 让神探被世俗认定是疯子一个 警队最终还是容不下他 提早给他办了退休 而受到神探最神的超能力 还得数这个 所谓心里的鬼 其实是人们心里种种负面情绪产生的心魔 神探看到的正是那些被人格化的心魔 便利店里 一个女学生被心里的贪婪鬼 叫唆着偷东西 神探没忍住 大声喝止 但这玩意儿别人看不见 在旁人眼中 他就是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是个典型的神经病 这种事放以前 神探不会管 但自从不当警察这五年来 他实在闲得发慌 一日警察 一世警察 时刻都还以破案为己任 恰好这一天 一直崇拜神探的小安 现在已经成了高级警探 他找上门 邀请神探帮忙调查一宗悬案 案子是这样的 18个月前 警员阿伟和老王夜里追着偷井盖的南亚人 追进了树林 结果只有阿伟一个人安全回来 老王连人带枪失踪 在后续的几个月内陆续发生了三起蒙面抢劫案 劫匪按顺序抢劫了麻将馆 运钞车便利店 共四人被残忍杀害 令警方想不通的是 劫匪为什么抢完运钞车里的上百万 还要去把小小的便利店洗劫一空 经调查确认 劫匪用的正是老王的配枪 这把枪又是怎么到他手里的 阿伟一口咬定 当初和老王走散后 南亚人很可能杀人灭口 夺走了井枪并犯下抢劫案 如今找不到老王尸体 也找不到南亚人 阿伟这口供没有破绽 所以警察至心还没有破案的头绪 神探接手案子后 立刻就跟踪了阿伟 他预感到阿伟不是什么好人 可万万没想到 这人竟然这么坏 对方心里共有七只鬼 连神探都是第一次见 说明阿伟是个心思极度复杂的人 神探一路跟他到了饭店 特意叫小安过去套话 神探眼中此时吃饭的是个胖子 听到小安询问案情 这只贪吃鬼吓得满头大汗 但身后的女鬼却稳住了他 看来那个女的就是七鬼中的附黑鬼 在她的帮助下 阿伟冷静对答滴水不漏 这景象在小安眼里毫无破绽 在神探眼里却能够立马破案 阿伟肯定在说谎 看到他要上洗手间 神探跟过去故意挑衅 暴力鬼瞬间掌握了阿伟的身体 把神探打得头破血流 还差点直接开枪 其他六鬼拼命将暴力鬼按住 说这把枪绝对不能开 这才让神探逃过一劫 经过这一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要成为一名神探必须先把自己变成一具尸体 为了体验这特殊的破案方法 小安交出配枪和阵箭 主动跳进坑里躺平 任由泥土盖住自己的身体 结果刚被活埋之后 神探铲子一丢 转头就忘了这事儿 因为他竟然在树林里遇到了迷路的凶手阿伟 显然对方不是阿伟本尊 而是他丢掉的良心 良心已经在案发现场游荡了整整18个月 全然不知道自己的本体已经犯下许多的罪 为了尽快弄明白阿伯为什么杀人 过于专注破案的神探自顾自跑掉了 等小安破土而出 才发现人已经不见 这神探也太坑了 差一点他就真成了一具尸体 为了搞清楚神探到底几个意思 他愤怒地直奔神探家里 但神探并不在家 小安翻墙闯进房子 这才发现神探真的患有精神病 而且最近一直都没吃药 房间里还贴满了凶案报道 从这时起 小安对神探产生了怀疑 神探和魔警或许真的就在一念之间 而神探此时已经回到饭店 他照着阿伟的语气和动作 点了一模一样的菜 立刻开始干饭 吃完一遍没有感应到任何头绪 那就再点一遍 搞得服务员一脸懵逼 红烧鱼翅 斑鱼 炸子鸡 神探连续吃了四遍 吃到吐了出来 也没感应到什么玄机 没办法 他只能带上小安的警员镇 直接来到阿伟的分局 冒充成警员搜查 别的同事知道阿伟最近被查 也不敢阻拦 他撬开抽屉 找到了好几捆现金 又撬开衣柜 拿到了那个南亚人的资料 当晚他返回树林 把自己埋在地下 终于还原出整个事件的真相 18个月前的那个深夜 阿伟和老王确实进了树林 但其实丢枪的人是阿伟 老王知道后执意要上报 因为害怕影响前途丢掉工作 阿伟突然被暴力鬼上身 打死了搭档 还抢走了他的配枪 而不远处 捡到阿伟配枪的南亚人 目睹这一切之后 转身逃跑 阿伟回警局 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后面发生的抢劫案 案情全部都清晰了 第一起 没开枪的麻将管案 是南亚人拿阿伟的枪犯下的 警方通过监控 看到他拿的是警枪 为了洗脱嫌疑 混淆调查结果 同时也是为了满足暴力和贪欲 阿伟接连犯下了 后面两起抢劫案 杀人是为了故意留下子弹 这些子弹来自老王的枪 就这样他将罪名嫁祸给了南亚人 这也是为什么 之前那六个鬼说枪绝对不能开 而如今阿伟重新被调查 为了继续演下去 他亲手布置了一个现场 伪装成南亚人的窝点 然后报警让警察前来 小安带队赶到的时候 找到了老王的警员镇 还看见一个面具人当场逃跑 他赶紧追下去 结果人没抓着 还被对方拿枪给控制住了 面具人没有杀他 反而是一直在他身上摸着警枪 他只要抢到小安的配枪 就能用这把枪去杀了南亚人 再拿回南亚人手里那把自己的枪 把锅全甩给小安 这本来是个绝妙的计划 但他没想到的是 小安的枪还在神探手里 一无所厚的阿伟只能放过小安 但这种瀕临死亡的体验 却彻底击垮了小安的心理防线 此时神探驾车赶了过来 透过车窗 他看到奔跑而来的小安 渐渐变成一个惊恐的小男孩 原来小安心里 衍生出了一只胆小鬼 事到如今 神探说什么小安都不听 他再也不信任神探 只想拿回配枪和证件 保证自己的安全 可神探早就知道 如果把枪还给小安 他就会被阿伟再次盯上 性命难保 于是他火速上车跑走 小安害怕神探 会用自己的枪 干出些不好的事 从而影响未来在警局的近身 他借走女友的枪 亲自找上阿伟 强行夺走对方的配枪 结果匹对过后 警局系统的编号却对上了 这让小安更加相信 神探一直都在瞎扯 阿伟才是无辜的 但小安不知道的是 其实就在昨晚 阿伟在暗中黑进了警局的系统 对掉了自己与老王的配枪编号 恰好这时候 阿伟也得到线索 南亚人找到了 他邀请小安一起去抓人 看得出来 现在惊慌无措的小安 已经彻底被阿伟这老油条 给拿捏住了 而接下来 就是这部电影最刺激烧脑的部分 也直接将神探这部电影 推到了神作的位置 看过神探的观众 85%都因为这个神结局 给出超高评分 上映后整整15年 直到最近的神探大战 神探的结局 仍旧被影迷们津津乐道 绞尽脑汁地进行解读 他到底烧脑在哪 又为什么会被誉为 香港悬疑片的巅峰结局 要想看懂 你的注意力一刻也不能分散 先讲讲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神探发短信提醒小安 让他小心阿伟杀人灭口 而小安却直接把手机 递到阿伟面前 他现在已经投入阿伟的阵营 一心认定案件没那么复杂 南亚人就是背后的罪魁祸首 而所谓的神探就是个疯子 他与阿伟一起上楼找南亚人 这里到处都是镜子 随着阿伟的走动 映射出了成群结队的人心鬼欲 而小安和南亚人在镜子里 显现出来的心魔 却都是惊恐的小男孩 阿伟发现神探后 转身朝他开枪 那样子分明就是心魔们 集体骑枪准备扫射 一枪没中后 顿时间枪身四起 进入僵持阶段 四人拿枪护指 没想到小安竟然把枪对准了神探 每个人都对真相各执一词 小安根本不知道该姓谁 直到南亚人开口指正阿伟 阿伟果断开枪 惊慌之中小安也开枪打中了神探 阿伟捡回配枪后 再捕一枪击毙南亚人 在小安收拾现场的时候 阿伟又抓住时机朝他开火 此时小安才终于知道 自己一直姓错了人 原来阿伟才是真凶 电光火时间 阿伟自己也中了一枪 转头一看 虽然身受重伤 但神探还没死 他用枪抵住了阿伟的额头 在关键时刻 他陷入了自我人格的挣扎 放下枪 你开枪就跟皮带没分别 我都是人 你怎么有分别 神探一枪爆头了阿伟 就当他以为案件已经被完美解决时 却突然发现 小安身后走来一个干练的陌生女人 请打别支持 再想一下 怎么看故事 他的心中竟也伸出了一只腹黑女鬼 女鬼教唆胆小鬼打电话叫女友过来 再好好编一个故事 洗脱嫌疑 懦弱伸出邪恶 小安已彻底黑化 一个阿伟灭亡 就有另一个阿伟诞生 神探终于绝望倒下 死不瞑目 接着小安打电话叫女友赶来 并抓紧轮流更换每个尸体手上的配枪 他一共更换了三轮 每一轮都对应着他在心中编造出的不同版本的故事 那么问题来了 每一轮换枪究竟代表着什么版本的故事 想弄清楚这点就要梳理现场每把枪的故事 虽然阿伟和老王的枪被更改过系统的编号 但警察总局最后肯定能查出来 小安现在手上有两把枪 分别是自己和女友的 简称安枪和女枪 安枪当时在神探手中杀了阿伟 女枪在小安手中伤了神探 然后是阿伟手中老王的枪 他刚才击中小安杀了南亚人和神探 更在之前犯下几宗抢劫案 简称恶枪 而南亚人手中的枪是阿伟的 从头到尾一枪没开 简称好枪 第一轮好枪换到神探手中 说明神探是个好人 恶枪换给南亚人 说明南亚人正如阿伟之前的供词一样 抢了警枪去抢劫 这是完美的编排 一切罪责由南亚人承包 但其中有个矛盾 南亚人是被恶枪打死的 他总不能对着自己连开竖枪 而被安枪杀死的阿伟和被女枪击中的神探 也会引起怀疑 于是小安开始了第二轮 恶枪来到了神探手里 而好枪物归原主给回阿伟 阿伟依旧是好人 神探则成了魔警 与南亚人合伙犯下了所有罪案 至于神探为什么杀同伙可以解释为内控 毕竟他确诊有精神病 很好解释 但安枪打死阿伟这个问题却没有解决 所以小安想要自保 阿伟就必须是个坏人 思索片刻后 第三轮换枪开始了 好枪回到了南亚人手里 专阳也在这时候戛然而止 不过换枪显然不会就此结束 因为打死神探的恶枪现在依旧在神探手里 但我们可以来脑补一下小安的如意算盘 那就是把阿伟和神探全部变成魔警 关于阿伟的犯罪事实 他只需如实交代 阿伟篡改编号的事完全可以拿来当证据 他唯一需要撒谎的地方 就是把神探说成是阿伟的同伙 两人因为分赃不均窝里斗 阿伟才会对神探开枪 这一点也很好解释 毕竟分局的警察都目睹到神探撬开了阿伟的储物柜 而小安则变身神探 查明真相后和女友及时赶到对两人开了枪 顺着这个思路 小安只需将恶枪换到阿伟手里 一切就能说得通了 但电影最后为什么没有给出这个画面呢 这才是神探的结尾最细思极恐的地方 因为小安需要用那把恶枪杀死随后赶到的女友 女友知道小安丢枪的事 并且为人正直 很可能不会帮小安去圆这个谎 她的存在成了故事中最大的不确定因子 而只有死人才不会乱说话 神探最神的地方 不只是在结尾抛出一个有意思的谜题 小安的每一次换枪 其实也是人性逐渐堕落的过程 在第一轮她尚且考虑到警队的声誉 让外人来背黑锅 可一旦发现不对 立马让神探来当这个替罪羊 最终在第三轮更是让全员成为恶人 甚至不惜牺牲女友来保全自己 电影《神探的结尾》其实跟正在上映的《神探大战》 讲的是同一件事情 一个魔警倒下 还有另一个魔警随之诞生 在这个世界上 罪犯是抓不完的 有大善就有嫉恶 就像是只要有光就会有影子存在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仙鱼 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故事 想看的电影 可以告诉我 我讲给你听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